杜輪被撞穿大洞沉沒 飛海難最少32死 加貨輪撞出兩個大洞 載著831人 和104個6米長貨櫃的杜輪就沉沒 事發在星期五晚9點多 杜輪在距離松茂港口2公里外水域 和一手洗出的貨輪相撞 船身撞出一個大洞 船身入水傾側 船長哈令氣旋 乘客慌忙跳海逃生 杜輪在10分鐘內沉沒 附近船隻 船員漁民都有幫忙救人 和海岸防衛隊 軍方等救起629人 170人失蹤 因為撞船時 很多人在船艙睡覺 他們都可能被困 控堕吉小 根據杜輪乘客名單 乘客之中有6個華人 暫時未知他們是否獲救 當局初步懷疑 有人違規用錯航道導致海難 將會向兩手船的船長問話 了解事故起因 被撞的杜輪 MV聖托馬斯 阿基納斯號有40年船齡 以涉嫌撞沉杜輪的 MV蘇爾皮西奧7號貨櫃船 所屬公司旗下的船隻 之前曾經涉及6宗海難 其中在1987年 同運郵輪相撞 造成4386人死亡 杜輪是菲律賓人穿梭 國內的主要交通工具 但因為颱風等惡劣天氣 有杜輪缺乏維修保養 照在同母鹽手安全守則 過去30年就發生至少16次 造成多人死亡的海難 還沒發現 同時期訪問